好我國的漁船呢 昨天在金門外海作業的時候呢 竟然被中國海警強行登船 還直接壓回了這個中國 而且事後呢 我們看到了從中媒到港媒 甚至都放話 說這只是個開始 就是對著台獨來的 但是我方的態度也很微妙 今天呢認為認定了就是 我們的漁船是不小心闖進了 這個中國的這個內水 所以現在中方到底是怎麼樣啊 敏寬先跟各位說 現在呢大禁滿88號 不到24小時 可能會180度的轉彎 我們先來看看昨天晚上的一個狀況 先說這是一條小漁船 但是卻是大事件 地點發生在哪邊呢 地點發生在金門的整個東北方 他剛好就掛在11海里到12海里之間 然後那時候第一個狀況是 整個大禁滿88號跟海巡求救 說有人在追捕我們請趕快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海巡派兩條船 就趕快追出去了 追出去完之後看到對方嚇了一跳 為什麼呢 對方整層有七艘的一個海巡 我們台灣話叫烙狼 中國人叫搖人 趕快再搖 搖了第三台 開始沿路一直追 追到後面突然間發現不對 尤其我跟你說 差點進到人家內水去了 漁船進了人家的12海里 是經濟的一個已經算是內海了 到了整個所謂的內水 這可不得了 後面緊急踩煞車 所以三台海巡充實煞車 沒辦法了就撤回來 撤回來的時候其他的媒體有說喔 中國的海巡說請勿跟著 所以昨天晚上的群情已經非常的激憤了 沿路一路燒一路燒一路燒 燒到了整個今天的一個早上 那燒到了今天的早上我們當然 任何事情我們要把他的道理給釐清楚嘛 所以呢現在簡單跟各位說喔 澎湖的小港船大進滿88號簡單的說 中國海巡就已經把他直接扣留 扣留完之後就押回到福建去了 現在問題來了 從澎湖到金門 陸棚一向就是漁民的一個捕獵場 那過去處理的一個狀況是什麼呢 雙方可能就越界來越界去對不對 那是越界的時候海巡來 一般的話驅離 一般的話是驅離 但昨天很特別 昨天是對方七艘的海巡 直接廣播完之後上了船抓了人 那抓了人抓完之後呢 情況是怎麼樣呢 現在就有一個比較不好的一個狀況 第一個目前行政院的一個說法是 我們真的踩到人家十二海裡的內海去了 這是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今天中國海巡說囉 這一艘大進滿88號 他用的整個所謂的網目過矽 這個是影響到中國的一個支援的 然後第三個 中國他們真的在今年5月的時候有說 5月6月7月8月4個月進步 所以呢現在呢先跟各位說 船東就很焦急 就說過去的案例這種事情不是沒發生過 所以現在呢等通知 他們希望能夠附屬金 然後把對方的船跟人帶回來 目前陸委會跟整個服務院的一個說法 也都談判清楚了 但沒有想到呢 現在談判清楚完之後呢 現在整個媒體不放人啊 那為什麼媒體不放人呢 我們先說齁 現場呢 昨天其實總共的現場 有四五十艘的一個漁船 通通都是台灣金門 馬祖的 因為他們現在不准抓 中國漁船不准抓 那中國海巡上去抓了之後 押回到福建之後 港媒的中平社現在就說了 現在只是開始啊 還有更大的一個動作 還在後面 所以現在簡單的說齁 就整個高層來說的話 現在希望能夠能處理 因為雙方就是你有越界 我上去抓人 那我們也真的越界 漁網的部分的話 當然後續要再看 但現在呢 雙方互嗆嗆來嗆去 但沒有想到 在這個關鍵的時候 尤其 馬祖的立委陳雪生 這時候補一刀 為什麼補一刀呢 他就說 我們馬祖很需要建設啊 那我們台灣呢 這些所謂的重機劇啊 這些過去比較圓 所以現在呢 第一個 可不可以開放中資 直接過來建設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要招收 所謂的一個鐘聲 週五要進議案 所以呢 這個禮拜 三四五 美國在休假 國慶日 台灣很熱鬧 但是現在一件又一件 所以我們要慢慢的 把它給厘清 厘清清楚 但中國呢 先跟各位說 這兩千所談的這件事情 全世界的軍事迷都在談啊 我們來說這個 中國他們的火箭套 我們台灣叫雷霆2000系統 中國的系統叫做 原火系統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可以打得非常非常遠 那最近呢 中國原火就說了 我跟你們講啊 我們中國好厲害啊 我們中國好棒棒啊 我們中國發展出這個 我先跟各位說 這個叫做所謂的霞炮 那請各位注意哦 第一個字是台灣海峽的霞 那為什麼呢 他就說 你不要亂動哦 我們這台多厲害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可是300毫米 先跟各位說300毫米 就30公分 所以呢先跟各位說 他的炮管就高達30公分 好大的一個炮彈哦 那這麼大的一個炮彈呢 他們現在號稱 說我可以打400公里 而且我們中國先跟各位說 我們能夠打400公里 不但是炮彈要好 炮聲也要好 所以中國的炮管的一個技術 處在整個領先的一個位置哦 但大家一看 尤其我先跟你說哦 這麼大的一顆炮 還要設400公里 他全部的能量都在做推進了 能有多少的破壞力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準不準 然後第三個完全都沒有實戰 也沒有演習的相關的資料 到底是有贏啊 沒有贏啊 為什麼呢 因為曾經有美國他們說 中國他們好多的武器都是標本 都是模型 那到底真的能不能打 我們也不曉得 但先跟各位說 這張衛星照可是真的哦 這張是今年六月的衛星照 是華爾街日報所看出來的 目前停在整個柬埔寨的雲朗機 機場雲朗基地 海軍基地當中 那這個海軍基地呢 過去是三港 軍艦本來進不去 中國就去挖 挖挖的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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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挖挖挖他們就說長期租借嘛 那長期租借完之後呢 他們就說哦 現在呢 中國可能會藉著整個 所謂的柬埔寨的雲朗基地 海軍基地 來控制整個馬六甲海峽 為什麼呢 因為據傳這個地方 還在擴建當中 而且他做了非常多的無線電塔 他到底想要監聽什麼呢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看哦 但CNN CNN他就說囉 中國連續兩任的國防部長 怎麼這麼詭異呢 他們都是不名譽 被開除下臺的 先跟各位談 這很重要哦 收賄被開除 所以中國他們整個 不管是海軍 不管是空軍 不管是所謂的太空軍火箭軍 他們的戰力狀況如何 這個是引發的一個質疑 但沒有想到今天 中國大陸出了一條非常大的新聞 上海政府居然跑去向佛祖借錢 向佛祖借錢 真的向佛祖借錢哦 中國的一個新聞就說囉 目前上海政府 他們口袋不太夠 目前整個所謂的地方經費不太夠 向各大廟宇 總共借了100億人民幣要周轉 折合台幣是448億 那請跟各位說 這不是第一次 對啊 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天津 他們就向整個所謂的大杯式借錢 第一次借了3億 借了3億用完了不夠 就跟大杯式說 你可不可以借我第二次 然後大杯式說 我們是出家人 出家人才化圓 你們上次借錢都還沒還了 怎麼還來借第二次呢 你知道大杯院怎麼樣嗎 怎麼樣 被整 就被整哦 他們後來以環境問題 衛生問題哦 他們就在中秋節到整個十一長假 不准他開廟 不准他開廟 那各位沒得開廟 還有香油錢嗎 當然沒啦 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中國 他們在搞所謂的信仰賺大錢 那是 中國有一句順口溜 他們說佛門本是清淨地 瓶生只開法拉利 先跟各位談靜安寺啊 現在中國最出名 各位都知道上海有個靜安區嘛 靜安區就是靜安寺那一區 廟已經1700年了 那目前因為太平天國的時候 整個廟全部毀掉 1880年 目前這座是1880年重建的 又喜你站好 我跟你說 他進去平日50塊 你可以燒正常的香 你除夕那天要進去喔 先跟各位說比去住飯店還貴 1000塊人民幣 除夕那天就過年了 就各大節日黃金中 你要進去燒香 中國的廟進去 我們台灣的廟進去不用錢 他們的廟進去要錢的喔 然後進去之後呢 中國的習慣要燒大香 燒大香呢 價格還挺貴喔 200塊人民幣到1000塊人民幣 看你的香多大隻 所以呢 據傳靜安寺就提供了48億的一個人民幣 到底是真是假呢 目前上海否認了 他們就說 你們這些人造謠 然後後面補充了一句 我們上海很有錢 其他的地方有沒有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上海沒有 不過講到我們這個澎湖的漁船呢 被中國海警強行登船 而且直接押回中國這件事喔 這個也要請教學委啊 就算是我們的漁船越界了 以前會直接這樣子跟你登船 直接就把船押回中國了嗎 而且呢 現在不只是台灣受害喔 今天連日本都跳出來 痛批中國 親門踏戶 中國海警竟然也踩進了 這個日本的這個海域裡面 而且船上還有火力喔 中國現在到底想幹嘛 學委